2012神秘之日第三節 剛才我們告員說了很多參加這次會議的講者 但有一個是來不了的 前一陣子都說了很多 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紀圖可否更新? 其實我們追到他 最主要是17號就是沒有打算他來 但決定沒有打算他來 將來的日子他都可能會來的 因為他所說的自由能源 其實他現在都搞到滿城風雨 如果你有追過新聞 他這位科學家 他本身在歐洲那裡 現在都很熱鬧鬧 都變成了一個大家關注的人物 甚至說他已經列入一個恐怖分子的行列 他這次議會是很遺憾 我們最初的時候很想他來 但現在終於放棄了 他來不了 但如果在氣氛沒有那麼出事的時候 或者是世界又沒有末日的話 明年我們都很希望他 香港來不了他都向深圳來 最近都是這樣 因為他來香港 這個活動 基本上我們都有跟他們比利時的 一些政府的人員 都有溝通過 其實他們都很樂意 做一個幫助的 不過現在這個是一個時局的問題 最後都覺得在這個時刻 反而不要那麼惹火 押後是這樣的原因 說一下Courtney沒有說我的名字 那個名字是Kesha Kesha 很神秘 很多香港的網台都做了這件事 是這樣的 蘇博士 其實這個也不怕問你 近年3Energy這個話題 我記得你上一次在我們萬宴的聚會也有說過 為什麼似乎應該沒有什麼科學根據 但是為什麼會搞到 在國際上成為一個 被標籤為恐怖分子 這位朋友 我想他不是因為做自由能源被標籤恐怖分子 原因是因為他幫伊朗政府 以前的經歷 他幫伊朗政府做了很多事情 據聞說他幫伊朗政府 掌握了美國的一隻間諜機 就是最近他弄下來的一隻 有傳聞 而那個間諜機 掌握下來不難 用一支對彈射爛它就可以 但它居然可以是完整的 當然這樣就令人害怕 所以奧巴馬政府出了一些東西 來禁止它 於是大家 一旦美國政府禁止 就認為它是恐怖分子 現在香港的習慣就是 凡是美國敵對的勢力 就是恐怖分子 這個我當然覺得不太妥 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文化是這樣的 但是我想自由能源本身 就是因為近年大家對於 所謂的全球暖化 和世紀的溫度改變 氣候改變 大家有一個夢想 如果能夠 我們不再需要燒一些 化石的燃料 我們要能源 能源一定要 沒有能源根本生存不了 我們不再需要燒一些 化石的燃料 這樣世界就會很美好了 不會再有二氧化碳排上天 等等 所以變成自由能源 近年是很吸引 很流行 但是同時 有一個所謂陰謀論 就是做燃料的 譬如做石油 做煤 做煤 那些是很大的生意 如果真的有自由能源 當然是很不妥 所以他很不喜歡 很不喜歡 就想辦法去對付他 或者去排斥他 等等 好 這個其實 我相信 不是香港做 我們都有其他的空間 在不同的地方 做訪問 這個 不過我有點擔心 他 如果來香港 有一點人身安全的問題 如果你說是伊朗 我想要針對他 可能也不止美國 只是一個以色列的辣椒 沒錯 好 我們都可以回去講講 講者具體的內容 其中一個 你幫忙和他做翻譯的 你可不可以簡單解釋一下 什麼叫remote viewing 其實我也很表面 我所知道 只是他告訴我 照我的理解 其實這是美國 在六七十年代 軍部開發出來的一套方法 主要是給軍人用的 對付當時蘇聯 冷戰時候的蘇聯 remote viewing 根據Dominion跟我說 他坐在一間房間 他可以根據一些訊息 一些線索 能夠感覺到 在一些很遙遠的地方發生的事情 其實我現在和他 都在做一個實驗 他準備開班 我在香港找一間房間 放了很多東西 然後拍了照 然後把照片 放進信封裡面 但我不需要把信封 寄過去美國 給Dominion 我只是在信封面上寫幾個數字 然後我把數字告訴Dominion 他就告訴學生 學生 學生就可以看到 我當時拍照 記住 他不是看我的照片 看到我的照片 不是叫remote viewing 他是根據我的訊息 看到我的信封裡面的照片 所記載那個房間 當時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個remote viewing 我想是比天眼通更多一層次 他不只是地域的天眼通 他還可以去到古往這麼久 看到過去的事情 現在他有很多那些 考古學 他們也有參與一種研究的計劃 就是去一個叫古代的現場 是用這種技術 看回當年發生了什麼事 尤其是 譬如他找到一些陶瓷 那些古代的 流下來的一些物料 他可以看到 當時這個物料是怎樣做出來的 那個過程 他就是用這個技術 是可以找到的 所以他不叫RV 叫CRV 是因為他可以訓練 可以控制的 所以美國軍部做出來之後 跟著中情局正在用 跟著聯邦密探 即FBI用 Dominet也曾經在FBI上教過 他現在自己出來 在大學裡面也教CRV 他打算在D2說 D1會講CRV是什麼 而D2會講 在他們現在 他們所研究裡面 認為CRV的機制 即物理機制 背後的理論基礎 會是怎樣 這是東西方對這些學問 最不同的看法 中國人很實用 有這套東西 就不用想背後為什麼 你用到就可以了 好像算命 第二功能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美國 或者歐洲 他就會問 做到 為什麼我要做到 究竟裡面這個黑箱 我們應該怎樣拆開 沒錯 但我可以舉另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比較少人說 雖然我以前提過 但也有些啟發性 話說以前有一位很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 叫湯仁比 他寫過一本書 當年是經典 Study of History 他提到自己的經驗 就是他寫了一部份的時候 他突然出竅 去了當年馬其頓和羅馬士兵打個戰場 他看到那個過程 真的像CRV 有一點 就是他 我想 不同的學問 你去到一些 這麼高的層次的時候 或者這樣的層次的時候 他們都看到一些比較特殊的現象 這個就是歷史學家 他去到最高峰的時候 他可以在那個年代發生的事情 是感同身受 就不是純粹看一些 第二、三十個資料 甚至第一手的資料可以做一個研究 但是剛才你說到那個理論的基礎 究竟是什麼呢 要等他來講 不過我想 我看 幸好 因為我負責執取他的論文 我曾經見過一兩個字 第二是我們平時都挺常說的 一個就是所謂的 Holographic Universe 全色宇宙的說法 第二個就是Multiverse 就是多重平衡宇宙 我看到這兩個字 但因為始終是他的東西 我不可以站在那邊的論文 我就代答 你蘇珀試了幾次買關子 等他講 就是那句 現場聽 但因為後面那些 剛才所說的 都涉及到比較複雜的物理學現象 所以也不是我們三年兩月可以交代 但是我最後想問蘇珀試 涉及到這位女士的一些知識的問題 其實這些知識 是不是真的好像他們所說 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能力可以去學 因為他是我們的VP 他跟我說過 他在美國 他本身在一間大學裡面 是正在教的 有這一科的 很多同學都來上課 他說 他告訴我 他學了五天之後 他通常有一個課程 是五天全日的 由早到晚 全日 他學了五天之後 他說大部份同學 都會看到一些東西 不過當然 他說是不清楚的 所以千萬不要想著 你學完CRV之後 你可以像一個 Videoconference 很清楚 所以為什麼CRV 有時候出現的訊息 不是那麼有用 我想也讓我感覺到 為什麼那些預言家 看到未來 例如諾查丹馬斯 那些 為什麼他寫一些東西出來 總是不盡不實 就是他根本看的東西 他不是真的清楚得那麼緊要 而他最主要 就是可能會給 整個景象 裡面的某一樣東西 吸引了 譬如說 整間房間有很多東西 譬如說 譬如他見到機場 他見到機橋 他見到機橋 他見到後機室 所以他會受到一些影響 就不是能夠自己喜歡看什麼 看什麼 這個問題在這裡 我最怕一個不關心 就是洗澡 大件事 那他有什麼 有Crew 你告訴他 我洗澡的時候 就是這個369 這樣才行 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 剛才你說了一個Crew 就是 你需要一些訊息 其實這個像 以前讀心理學的時候 就用來帶著一些訊息 然後去嘗試去記下這個夢 就是你靠那些Crew 你拿到那些資訊 其實是局限了 但是你又不可以沒有一個方法 帶你進去那個過程裡面 所以又是很吊詭的位置 對 贊成的 到時候你就可以問一下 Dr.Sero 好 爭取機會問問 另外一個我覺得 剛才我們比較少講 但是紀圖和蘇博士開場 就是這位副學齡博士 我看他這裡 這個簡介 他曾經親自去找過 Anne Heineck 這位菲尼學的鼻祖 這個據我記得 其實那個故事 比較富氣格性 就是他原本是一個 很正統的科學家 美國的政府 叫他做一個項目 就是看這些UFO 他原本不相信 就變成了順序 就是那個故事 那這位副學齡博士 他基於什麼背景 可以走去找到這些 第一線的UFO研究者 這個 你有沒有向這個 這個 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這次 不是來講這件事 這次來講 他在NASA做的研究 那是什麼研究 他主要這次會講 就是NASA 因為 我們現在知道 NASA的希望 再過十年八年 就可以登陸火星 但是 NASA 遠遠遠 是野心過這個目的 他希望將人 可以載到 所謂的星際旅行 我們知道 離開太陽系 最近的星 就是四光年 四光年幾 如果能夠走那麼遠 一定有些特殊的技術 其實NASA這方面 都做了很多研究 除了做一些正常的火箭 太空船之外 會做一些特類的 特異的太空船火箭 那傅學玲博士 會來到 講一講給我們聽 NASA過去的十多年 究竟做了什麼 就可以令到 將來有機會 可以做這個星際旅行 是 講到這個問題 有一個陰謀論的 想蘇博士 看看能不能給我們一些資料 就是 有很多人會懷疑 其實NASA有很多資料 是蓋住了 沒有告訴我們 舉個例子 例如剛才你說的 可能現在是做到一些 是根本接近 做到這些類型的 但是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連月球都沒有錢去 即是中間這個 資料的公佈 NASA 如果順道說NASA 它的透明度有多高 實際上 以我的了解 其實NASA 就是等於一間大學 發射火箭那部分 是純粹工程的 沒有什麼特別研究做的 反正 NASA有很多其他研究院 那些研究院 是分佈在全國各地的 甚至 甚至是這個 不只是在NASA 即是在加州 即是我們一般人 認識的NASA 就是佛羅里達 那個什麼國 金賴迪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在侯斯頓的太陽中心 就是這樣 其實NASA的研究所 是分佈在美國 全國各地的 很多時候 那些其實是佈在大學 而那些地方 他們是撥款 做研究 做完研究之後 他們是有責任 要出文章 如果你不出文章 的話 你就沒有工作 所以 因為NASA 把所有的東西 全部蓋住 我就不太相信 因為 他不出文章 根本不能上班 不過為什麼 那些人會這樣感覺 因為NASA想的東西 實際上太前衛了 因為美國真的 有很多資源 讓他們想起一些無謂的東西 即是在香港 就不用想的了 如果做一些無謂的東西 你問我們 特區政府拿了研究經費 他一定不給 所以蘇博士想想的那些項目 全部很惆怨 就是這個原因 香港一定不給的 但是在美國 他們政府是會付錢 去做一些很前衛的工作 可能是因為他們出的論文出來的時候 很多他們都不太知道 就寫得不盡不實 令到人懷疑他 你是不是蓋住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他那些 如果說那麼不盡不實的論文 都發表 很奇怪 那不是的 其實他們寫的論文 不一定要在一些 最高級的學術期刊 例如Scientific American 他們可以在Scientific American 出一些都叫論文 那些論文 就不需要一些很嚴謹的證明 有這樣的想法 就已經可以發表 不過阿豪說到 其實你就不要說得那麼簡單 因為有些名詞 他繞個彎去寫 其實你不知道他 原來是很前衛的 都是一些語言藝術來的 對 語言藝術來的 因為現在的期刊太多 專家都看不完 所以有時候 他出了出來 他不是不出 出了出來 你還不知道原來 是這麼厲害的東西 有這樣的情況 關於這些 你講到這個話題的時候 我都最關注NASA 經常研究的科技 不單是一些機器 或者火箭 科技 他對鏡頭的研究 Lens的研究 它是相當之厲害的 在NASA裡面 現在有很多很多 你看到在電影界 或者攝影界裡面 用的那些鏡頭 其實在開始的時候 都是他們的NASA研究 一種技術 我記得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 扣比利克柏的一套 《亂世而留》 《Berrylinton》 一枝火柴的光 光是可以全開的 其實最近 你看到3D的拍攝過程 他們都是有份研究的 甚至他們最近 好像蘇博士說的 我在那個 《American Science》裡面 那些雜誌 《American Scientist》 看到有一個 《Scientific America》 不是 兩本都有的 《Scientific American》 比較多人看 《American Scientist》 也有這本 應該是《American》 在去年的3月 公佈了一個很棒的一篇論文 是一個專門 是兩個人一起寫的 一個是中國人來的 他專門在NASA 研究拍攝的噴射機 然後就是 那個飛行的流量裡面 的攝影機的研究 而那兩位研究專家 他發現到 原來那個Lens 是可以 現在是用一種技術 是拍到我們以前 肉眼看不到的一些色彩 大漢科學裡面 其實大家可以計到的 基本上簡單來說 就是 冷色和暖色之間 原來還有很多的色彩 是我們肉眼分辨不到的 但是冷暖色裡面 譬如我們所謂色蠻的人 裡面要看那個灰度 原來他們看過灰度的時候 有一種色素 是他們可以分辨的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 那種叫做《forbidden color》 現在是可以用Lens 把它運出來 它裡面也提及了一個 挺大膽的假設 就是說 有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肉眼看到 有一種叫生命體 是我們肉眼看不到的 但是鏡頭 可能就可以捕捉得到 它有可能在那個空間裡面 它有意識的存在 但是我們肉眼是看不到它的 這些都是所謂的 如果你用一個簡單的說法 可能就叫做鬼 都可以用這個來做一個理解 它說這種有意識的生物 現在這些鏡頭 就告訴你 極有可能在那個時候 它們是可以拍出來的 這種科技我覺得是相當前衛的 另外一個 這次在議會裡面會說什麼內容 我跟它說得很清楚 第一天它會說蘇聯的UFO 譬如舉例蘇聯的羅茲威爾 羅茲威爾好像很空洞 其實蘇聯有兩宗 不是很特別的 所以它會說蘇聯的羅茲威爾 那類的東西 這個我們完全不認識 你可以詳細說一下 究竟是什麼事 它就說 我也不詳細知道 不過它就說過 其中一個就是 1980年末期 在蘇聯的俄羅斯 東南部 有一個不知什麼城市 我不認識的 那些很奇怪的俄文 曾經有一個 像羅茲威爾那樣的情況 又是飛碟意外 又是飛碟意外撞下去 亦都被蘇聯政府收拾了 那些東西 他說會說那類的東西出來 但另一隻 它沒有說 但我跟它說得很清楚 我跟它說得很清楚 第二天就麻煩你講USO 其實你剛才台長也提過 第一天他不會講USO 所以大家如果想聽USO 就一定要來為第二天 那次我也打電話 真的親自問過你 其實近年 這個水底的 不明物體的研究 是發展到什麼階段 其實USO和UFO 基本上是同一類 只不過就是 USO就是 人們看到它 就不在天外面飛來 在水裡飛上來 我想它多了一個 就是 懷疑地深有外星人的基地 我想這是近年 一個比較熱門的話題 事實上在歐洲 大約十年前我聽聞 有一個歐洲 我忘記它的名字了 就是一個歐洲的UFO議會的主席 是辭職的 他辭職的原因是因為他深信USO 和地深 所謂地深外星基地的存在 被當時的主流UFO的研究人員 排斥 排斥 就是主流社會 排斥UFO研究會 排斥UFO研究會 排斥UFO 排斥UFO 真的很大 當年 現在情況應該改善了 都未必是 未必 因為始終 找學術團威 因為到現在都有人說 所謂空心說 地球空心說 但是沒有什麼人相信 但是都有人繼續說 荷里活的電影拍了很多 沒有 沒有拍過的 只是拍地深那些東西 空心好像沒有 通心好像是在北極 在北極進去 北極有通道進去 你坐船坐下坐下 進去你都不知道 因為海洋是平的 進去都不知道 甚至是說 你在北極進去 在南極可以出得回你的 40年代的一個 傳說納粹黨就相信 這個真的 他提示過 想在另一個角落看 另一個角落 派潛艇看 但是 剛才你說的 USO 會不會那個研究的成本 是遠比UFO高 因為你要派潛艇去看 我就不覺得 他們真的派潛艇去看 我覺得他們 主要就是在海邊 或者在湖 那裡捕捉 那些飛碟飛上來的個案 但他們真的不夠 其實 會怕 唯一就是最近 波羅的海那裡 有一隻 好像 星星八支 那些飛機 那些人就派潛艇去看 但據我了解 其實 前蘇聯 以至到今天 俄羅斯 他對這方面的研究 似乎擺的資源是比較多的 其一就是鑽地心 我記得鑽得最深 是他們鑽的 另外一個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最近 他去了南極那裡 看那個湖 是 那個地底湖 你怎麼解釋俄羅斯的人 這麼有興趣做這件事 這個誰解釋過 這個就是 Paul解釋過給我聽 我也問過他 他就說 原因就是 因為俄羅斯 比較獨裁的政權 那獨裁的政權 那獨裁的政權 有一個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 他認同 大賴老闆 要說要做 就做到 美國的不好處 表面就像民主一樣 於是令到 你所有不跟著主流 意見做事 你都不會受尊重 所以美國 就拿資源做這些研究比較難 香港就更加難 香港差不多都是零 香港從來沒有一個大學 有些人可以做一些怪異的研究 可以拿到政府撥款 以及南極的地底湖 一直以來 在納粹時期 都已經是一個研究對象 因為他那個 地底湖裏面 現在殞藏到的 很多細菌 生物那裏 可以令到很多 那些生物學家 找回到 整個地球生命的源頭 我想抬了一個問題 應該問為何獨獨在俄羅斯 或前蘇聯 對這個USO 這一類的奇怪現象 特別有興趣 而不是英國 不是其他地方 這個也可以補充 他本身 我想他一直都有研究 因為在七十年代 那時候 都有一本書 出了來 也做中文 就叫做 《鐵幕國家的優佛事件》 都是台灣出的 但我們能夠 拿到他的資料 不是那麼多 當現在整個蘇聯解體後 1910年代之後 很多這些資料 就變成了有價值 所以劉放灣出來的 因由 你會看到他 原來他一直都有研究 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第一件事 如果你陰謀論 就是 可能美國也有做 但你不知道 還沒想到 他就很幸運 他雖然是鐵幕國家 但在這方面 他會告訴你 第二件事 我覺得這樣有些理由 戰略上 他們有這個考慮 戰略上有這個考慮 兩極本身 因為現在 特別是兵法 是啊 台長 尤其是 我想他在六七十年代 冷戰時期 他們是科技鬥爭 你擁有這種資料 譬如有很多時候 飛碟殼裡面 最大的人都想研究 就是飛碟究竟怎樣飛 用什麼原料飛 這個 如果你擁有了 第一 你證實了他存在 第二 你擁有了他這種飛行的科技 你就是一個 因為 你現在看文獻 其實你看不到來龍去脈 你只是猜 其中一個猜就是很簡單 就是 他想掌握那種技術 當然他首先要假設有 如果有 他第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我有了這種技術 我會否打得贏美國佬 所以 譬如說 甚至離開視頻 那些為什麼會來 如果你看物探 別人的原因 就不是因為自己想到 他以為蘇聯那邊有 所以他才要跟著去研究 好 我們最後再問一下 Michael Horne 他這次會在會議中說什麼 Michael Horne 大家也知道 剛剛幾個都說過 就是 Billy Meyer的北美洲發言人 差不多掌握了九成以上 Billy Meyer的資料 已經 他第一天會說 Billy Meyer的歷史 他的所謂的寓言 但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Billy Meyer是寓言家 Billy Meyer不是寓言家 他講過很多很多次 他不是寓言家 他是外星人告訴他 但是第二天 他集中 不是說他的寓言 是說他的寓言 我們名字叫寓言 他講一些我們未知的東西 叫寓言 而後來是被證實的 例如 他在70年代已經說了 水星的結構 當時天文學家 是未知水星的結構 是怎樣的 後來 到80年代末期 才知道水星結構是怎樣 而證明Billy Meyer是說的 是真的 另外Billy Meyer也講過 很多其他的事情 例如 比如說 他一早講了 蘇聯會解體 他也講了 將來地球人 是不用錢的 用塑膠的貨幣 連名字叫credit card 他也講出來 這些等等的事情 他也會講 如果有人追蹤Billy Meyer的個案 都會看到 Billy Meyer擁有一些金屬片 那些金屬片 居民是由外星下來的 亦都拿過去 給不同的研究院去做過一些試驗 麥康就會講一講 試驗的結果是怎樣 但是我理解 類似Billy Meyer這類的 正統科學研究來講 是完全不重視 或是不會研究他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原因 我覺得他的背景 他只不過是一個農夫 小學程度 也不是很有博士學位 基本上正統就不 還有我想主要是 因為他說的東西 是他混合的 他不只是說技術 他也會把外星的訊息 關於我們的道德觀念 人們怎麼做事 那些東西混合 變成人們覺得他好像有 新世代的成份 有一些新世代成份 正統科學主流 就會不理會 通常 譬如說 Michael Horne 他搜集了這些資料來講 剛才你提到那些具體的證據 他這次有沒有辦法 帶來給我們看 我就不知道 他會不會帶那些碎片過來 但是我想 他可能會帶那個報告 研究碎片的權威機構的報告 最後我們都要等他們才知道 好 我們時間剩得不多 今天不可能 妨礙蘇博士太多 最後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去到2012年 我想飛碟學 在主流的社會裏 都容納到他的一個角色 跟著未來幾年或者十年 第一我們會不會有可能 看到有關飛碟報告的全面解封 其實我想現在 其實在歐洲 加拿大 澳洲這些國家 已經將政府擁有的檔案 一一這樣放出來 現在唯一就是美國 還拿著收著收著 在其他國家 飛碟報告很多 我想多虧我們現在的手機 各個人都拍到 所以現在你看到在網上 差不多每個月 每個星期都有新的UFO的影片 但是我希望大家 不要停留在 好像看動物園 不要去動物園 看老虎看獅子 就完蛋了 既然看到老虎看獅子 就要研究老虎獅子的特性 等等的事情 回到最後 我就在我的序言那裡也說了 就是說 你相信更好 不相信 在找尋外星人 找尋外星技術的過程 會救到我們自己 可以救世的可以 這是為什麼我們大家要很嚴肅去取代這個問題的原因 但是為什麼你會說到這麼嚴重去救世 你覺得現在地球的文明是出現一個怎樣的危機 我想第一個就是 首先簡單的就是 所謂能源的問題 這些是科技的問題 我們首先要解決 那些兵的溶化等等 這個是硬件的 硬件我們已經需要一些新的技術來幫我們解決我們的將來 要不然地球很快要我們石油用完 然後不知道怎樣 第二個我想是精神文明 其實精神文明我們需要進化 地球到現在 我感覺上過了二三千年 其實地球人的思想的想法 和三千年前的人都沒有分別 就是經常只顧著賺錢 想著享樂等等 就是沒有變過 我們地球沒有變過 其實我想地球人真的需要一些精神上比較升華 所以為什麼叫做升世代升思維的原因 就是這樣 還有一樣的 我也可以提一提 就是那個戰爭的陰影 沒錯沒錯 我想近年都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 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很多人都希望 打完兩次這麼慘烈的戰爭就可以停 但是發現都不是 這個戰爭的陰影 揮之不去 因為人類沒有變過 他都要搶 搶資源 不夠資源就要搶 對 資源的匯乏 還有明知固犯的事情 最嚴重 就是由四十年代開始 那個飛碟學都一直在提及的 那個叫核危機 隔了這麼多年 你看我們現在面對的核危機 是變本加厲 一早就說過 好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多謝蘇博士 多謝 拜拜 拜拜